紅隊有你的財務 你的表情 紅隊耶 你嫌棄耶 沒有我沒有嫌棄 我沒有嫌棄 我們整隊的男生都超級無敵棒 我覺得運動會辛苦到 讓我覺得 我直接 就是那個比賽結束之後 我就可以嫁人 Yuri全民辛苦到想嫁人 余長鑫歸類籌帥小泰觀賞哟 你以為你講像是 算射箭嗎 我以為你要摸合唱 像是羽球嗎 樂天女孩Yuri 從啦啦隊跨足娛樂圈 進入全民心寺 才發現了自己是練習型選手 目前還在努力克服心魔 希望有機會可以再拍類項目雪池 Yuri 這一球又發生失誤 天啊 紅隊的發球 那一次 雖然是一個滿大的打擊 然後那一天我就是爆哭了一整天 就是從來沒有這樣 我自認為表現最差的 就是疲倦球 雨球跟桌球 反正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拍類就是讓我有很大的隱隱就對了 就是每次一打的時候就覺得天啊 我連呼吸聲全世界都聽得到的感覺 真的在比賽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我就是那種 練習型選手 我就是一個很容易緊張 影響表現的人 所以現在會在那邊留言嗎 我其實還是會不小心看到 他們是會從一些縫隙跑出來 其實看到還是會很心痛 但是還是會很謝謝大家的關注 跟好指教 你們其實前面都不夠冷靜啊 麥克風你們啊 對啊麥克風 我們啊 我們啊 我們 我們才會越急 15就會越多 等我講完 所以余晨信 就是那麼多花很多 然後會被罵 被吊 因為他就是一個大直男 他講話就是比較衝 他有激怒過你不是讓你受到的嗎 有啊 有 他激怒過每一個人吧 有時候 你怎麼樣都打不好 然後 你明明知道該怎麼做 但是你身體卻做不到 當下自己在困惑的時候 就會覺得他特別唷叨 然後有一次他就是太唷叨了 我說我知道 不耐煩 稍微 然後他就會說 好 好 沒事 你知道就好 紅腿的時代有沒有你 進來前跟進來後 你覺得多長最大 我覺得是漢之耶 因為我那時候第一次見到他 就想說這個人好安靜喔 好邊緣喔 其實他是一個很chill 然後很霸氣 然後很大方 沉穩的大哥哥的感覺 而且他的沉穩 不是冷靜的那種沉穩 是那種很野性的那種man 我們都會稱他是 鬼滅之院裡面的音柱 他的外表就是很華麗 射箭的時候 他直接把自己畫成視覺型 我說漢之 你今天裝會不會太濃了 我真的不是很習慣 你那邊眼線與鼻翼 他說這樣才帥啊 紅隊有五個才好 我沒有嫌棄 你的表情 紅隊 我沒有嫌棄 我沒有嫌棄 我們整隊的男生都超級無敵棒 他感情過得很像他不一樣 對 為什麼要哭氣嗎 因為我很想交男朋友啊 為什麼 怎麼選人性飛機 是沒有 但是我覺得笑太很帥 怎麼大家都選他啊 他真的是型男啊 你跟林湘還有狀況都在搶他耶 我不用搶 我不用搶 我們就觀賞就好 笑太好帥 好有型好有型 很man 很性格 他就是標準帥哥 我們都會說 不要說 我們都會說阿欣他很帥 長得比較特別的帥 他變成會開心嗎 可是我們說過很多次 他應該不會介意 所以你不一定要帥哥嗎 我不一定要帥哥 但我還蠻care身高的 我覺得運動會辛苦到 讓我覺得啊 我直接 就是這個比賽結束之後 我就可以嫁了 這演藝學的挑戰差不多 極限就是這裡 我吧